UX392是华硕今年的轻薄旗舰机 在外观设计上也带来了很多新的元素 今天影片就是要和大家聊聊 使用UX392之后发现的优点、缺点和一些想法 邀请您按赞订阅Enterbox 预计下一部影片会和大家聊聊 从更宏观的角度 横向比较苹果与华硕在轻薄笔电上的不同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UX392都会被超窄的边框吸引 荧幕占比更是来到惊人的97% UX392缩窄上边框的同时仍然保留了相机镜头 因此可以看到凸起的区域 除了是镜头位置也是方便使用着单手打开笔电哦 这是UX392在外观上相较其他ZenBook的不同特征 这次台湾有贩售的型号是UX392FN 处理器有i58265U和i78565U两个版本可以选择 i58265U搭配8GB RAM和512GB PCIe Gen3x2的SSD i78565U则是16GB和1TB的PCIe Gen3x4 SSD 这次收到的是i7版的 所以非常高规格 影片最后也会附上一些跑分给大家参考 两台都搭载了MX150的独立显卡 对有打游戏或轻度绘图工作的人来说 会有非常不错的帮助 在讲述外观前 我想先提一下这次华硕特别强调的全机CNC浅血加工 就是大家口语常说的洗加工 这种一体成型的机身通常都很坚固 一般笔垫扭曲时会有肉眼可见的变形和韧性 或是按压笔垫A键C键时中间会下凹 而扭曲UX392时则几乎感受不到变形 真的是非常的坚固 不过UX392的底部是塑胶的并不是金属的哦 华硕官网也是写全金属机壳 全铝ZenBook S43 很多人以为全机就都是金属的 但底部低贱其实是塑胶材质 底部有一长排的进风口 上面有荧幕枢纽的凸起 这个凸起让单手拿笔垫时的握持感更好 加上1.1公斤的轻量化 单手拿着笔垫都不太需要去担心 没拿好滑出去 此外A面的经典法斯纹也有不错的摩擦力 顶部A键中间是金色的ASUS logo 以及经典的同心人法斯纹 在光影下呈现丰富的纹理变化 这次的法斯纹手感非常丝滑 纹路非常细 深度也不深 但是在握感上还是有非常好的摩擦力 讲到单手握持的手感 我也要顺便赞赏一下这次UX392的配重 整个机身的配重 让单手手指握持时相当舒适安全 这也是单手握持时 不容易甩出去的因素 萤幕外壳的下方有一整排的断石切割 非常特别的处理 中间一样有ZenBook Series的logo 两个脚垫在萤幕打开时 会代替底部两个脚垫与桌面接触 这就是ErgoLift 不过这次的ErgoLift角度只有4度 不像UX391是5.5度 因此底部空间并不够放入带有手机壳的手机 打字时也少了UX391 那种键盘明显倾斜托起的感觉 这部分来说 我会觉得UX392仍有ErgoLift带来的好处和优势 但是发挥的程度就没有这么明显了 萤幕正面有非常窄的边框 97%的超高萤幕占比 让整体的视觉沉浸感非常强 镜面萤幕当然免不了反光问题 再加上UX392 13.9寸萤幕仅配备1920x1080的解析度 让像素密度只有158ppi 显示有弧度的物体时很容易可以看到锯齿 讲到萤幕我还想多讲一点 这次UX392萤幕可以打开的角度有点不够 坐在沙发这种较低的椅子时 会很希望萤幕可以再往后多翻一点 而为了确认我的感觉是不是正确的 我比较了一下 发现UX392萤幕最大的开盒角度 实际上真的是比MacBook Pro还要小一些 而MacBook Pro又比UX333还要小 三者可开盒的最大角度排列起来 刚好接近一个等差数列 所以当我在沙发使用UX333时 并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用UX392时 就会明显感觉到萤幕开盒角度的不足 会想要把笔垫前面拖高一点来增加角度 当然如果是坐着在桌面上使用笔垫 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在外观设计上 UX392整体非常有棱有角 给人一种尊绝不凡的距离感 机器整体的一体感也非常强烈 我非常喜欢 不过这种有棱角的设计 似乎玩得有点超过 有些地方非常尖锐 一开始使用时 还有不小心被刺到手 UX392可以说是一款带着刺的漂亮玫瑰 机身有非常多的钻石倒角处理 我认为其目的在美观和识别性上的意义 已经牺牲了一些使用性 例如在功能键上方的区域 有非常漂亮 一整排很宽的倒角 真的是很好看 但是这周围都非常的尖锐 或是C键周围这圈倒角 应该是30度的倒角吧 在于平面衔接着的棱线 其实也有点刮手 总的来说 UX392的外观设计非常利落大方 但要小心被锐利的地方挂上 统心圆法斯文和机身法斯文都非常细致 在机构设计上 也选择使用制作耗时的一体成型 非常打众对机构有公益情怀的使用者 最近也接触了一些还未上市的ZenBook系列 看到一些在UX392的设计元素 也延续下放到了其他机种 不过初步摸起来的感觉就没有这么尖锐刮手 期待之后开箱和上手的使用 再和大家分享 讲到键盘正面 像UX392这种旗舰商务机 通常都会配有键盘背光 而UX392的背光不是一般的白光 而是延续了UX391用金色的键盘背光 真的是很特别 原本UX391伯根第九红配上金色键盘背光 我就觉得真的是太好看了 这次金色背光配上UX392 像银色的冰壳银也是非常好看 华硕真的是很会调颜色 UX392的键盘配置也相当合理 虽然很多人反应按Delete键时 很容易误出到电源键而导致笔电睡眠 但我长期使用华硕笔电这种键盘配置 我是没有这种困扰 而且在其他品牌类似布局的笔电 我也没有按到电源键的问题 我盲打时会用右手中指按Delete 那我右手的无名指会在电源的位置 小指会在键盘外 因此我可以很确定 我按到的是Delete而非电源键 这个方法给大家一个参考 对于华硕 我希望你们可以保留目前的键盘配置 而对于误出的问题 其实可以把电源键的按压感做硬一点 或是按久一点才会触发睡眠 关机 UX392左边有两个Type-C 支援USB3.1 Gen2 同时也都是充电口 非常方便 但是并没有支援Thunderbolt 3 非常可惜 右边有一个USB Type-A 不用透过转接就可以连接Type-A 真的是非常方便 而且这个Type-A不是USB2.0 也不是USB3.1 Gen1 是USB3.1 Gen2的哦 真的是给的非常有诚意啊 在音质方面 UX392的声音非常立体 在这么薄的机身 有如此音质真的是非常不赖 不过音量比较大的时候 就会开始出现杂音 略为可惜 从文宣上来看 华硕在定位似乎是让UX392 成为UX490的阶梯 例如在比较体积时 华硕提到UX392比UX490小了12.5% 有赖于NanoEdge超窄的荧幕边框和机身的缩小 14寸等级的旗舰笔电 可以在时隔一年缩小这么多 这个缩小的幅度是非常有感的 UX392的深度已经比A4纸还要小 长度则略为比A4纸长一些 对于同样i58265U这样一颗处理器 Zenbook这个受众族权的消费者 愿意花两倍的价格购买 绝对是希望买到一台里外兼顾的超棒笔电 UX392FN搭载独立显卡 对游戏和显示的效能帮助很大 能更有效率地执行图形工作 在轻薄工作的闲暇之余 也能打打一些游戏放松一下 不过这也意味着更多的耗电 需要更强的散热 更小的电池容量 也会导致续航力的降低 我会觉得轻薄笔电 还是有非独立显卡的需求 换取更轻薄更好的续航力 如果华硕的策略 是每年推出一款旗舰等级的轻薄笔电 那么一年有显卡 一年没显卡 或许是不错的策略 或是同样的外观 但是完全不同的主机板设计 i7版本就搭载有独立显卡 将售价拉到更高 在定价上取得更多的消费者剩余 i5版本则没有独立显卡 但是有更好的电池续航力 下一部影片希望和大家聊聊 目前对轻薄笔电的看法 也会比较多的 以苹果使用者的角度来看UX392 邀请您按赞、分享、订阅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Enterbox 请不吝点赞、订阅Enterbox